新闻急速地 最近,白俄罗斯首次曝光了瓦格纳营地的照片 照片显示,营地内有大量帐篷,每个帐篷都能容纳多人居住 而在帐篷内,还搭建了木板双层床,以提供更多的住宿空间 这一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瓦格纳营地是被认为是由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瓦格纳集团管理的 该集团据称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参与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然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直否认了这一指控 将这些场所描述为培训基地或度假中心 在这一新的曝光下,对于瓦格纳营地真正目的的猜测再次引发了正义 这条新闻报道了白俄罗斯一处瓦格纳营地的曝光情况 其中提到帐篷内容纳了多人,同时使用木板搭建了双层床 据我了解,瓦格纳集团是一家私人军事承包商 与俄罗斯政府有一定关系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处瓦格纳营地类似于训练基地 具有军事化设施和组织结构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营地的具体目的和任务 作为一个关注国际事务的普通公民 这个消息引发了一些问题和担忧 首先,这个瓦格纳营地的存在是否符合国际法和相关国家的主权原则 其次,该营地内的人员是否执行合法任务,而不是从事非法活动或渗透行动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存在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安全和人权问题 他们是否接受过适当的军事训练和监管 他们在执行任务期间是否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因此,相关监管机构和国家应对这个瓦格纳营地的存在和活动进行深入调查 必要时,应采取合适的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权 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对私人军事承包商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确保其活动不违反国际法和人权标准 最后,我希望相关国家能够就此事进行透明和坦诚的沟通 以避免引发其他国家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只有通过合作和对话,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关注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